身穿白襯衫戴著墨鏡 16日凌晨12點多 孫安佐與經紀人現身信義區 還背著一把瓦斯火槍進入夜店 結果被安管給攔了下來 當時的孫安佐看起來眼神涣散 擺出一副吊兒鑼鐺的樣子 面對記者答問不發一語 由一旁的經紀人代為回答 他今天沒有回答問題 那你們不是有要跟人家拍照嗎 對我們讓民眾拍照而已 沒有要跟人家合拍就對了 可以讓民眾拍照 用胸口衝撞記者後 孫安佐便跑去跟路人討煙抽 還差一點把瓦斯火槍拿起來實測 所幸被友人制止 讓在場所有人都捏一把冷汗 經紀人表示 這把瓦斯火槍為孫安佐研發 他們今天剛拍完實測影片 來到信義區放鬆 不過今晚這一連串脫序行為 孫安佐恐怕又要讓父母心碎